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23 众所周知最近国拼的在成都视频赛的比赛的马上就要打响在月底呢我们就迎来这一次重要的顺势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球迷而言的一方面的非常关注的这一次赛事的整体的推进的一个进展状态 另外一方面的也非常关注这次我们国拼这些主力到底谁的能力会更加优秀 谁有希望成为一号人物谁能够有机会呢代表我们国拼去打败日本对这些进敌呢 而就在最近呢随从我们目前整个世界排面的更新一记以及这个实力的一个分析呢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的一号人物到底是谁 所以接下来呢想和大家的具体分享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上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让更多关注国拼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从目前来看呢我们其实在过往去面对日本这些对手呢可能更多的看点还是在我们 女拼方面 毕竟我们很清楚不管是早田希那还是伊亭美神呢 还是说石川家群呢他们这些日本队的选手呢 确实女子方面的一个表现比 啊日本队的男队方面的要更加强势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就注定日本队的女队的整体表现了更被受我们的关注 也成为了我们的一大劲敌也成为了这一次 视频赛的重大看点 所以这次其实去面对日本队这个定题 劲敌啊我们中国队到底能够有多大那个把握 以及我们 女拼方面又有谁能够成为一号人物去 狙击这个对手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 我们也很清楚环顾整个世界拼谈呢 其实啊也就 日本队和我们中国队呢应该是本次争贯的 大热门 所以对于我们国篇而言呢打败了日本队也就意味着这一次 拿到冠军那个机率啊 大大增加 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在在对外作战去面对日本队女队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队啊孙尹萨的整体表现应该要更加强势 毕竟我们很清楚在过往去面对伊藤美神的时候呢本身孙尹萨就可以说是名副歧视的伊藤美神的一个 死敌 包括在此前奥运会的时候呢孙尹萨都拥有着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包括后续在世界性的大赛当中的都强势压他一头 每次遇到孙尹萨的话日本以前的都要扫兴而归 所以其实从这次的一个整体的对战经历和履历来看的话 孙尹萨这一次呢完全是可以称为我们国拼这次参加四拼赛的一号人物 而且尤其是面对日本这一次的劲敌呢 其实孙尹萨也完全有机会能够去打败伊藤美城 而且我们也很清楚呢伊藤美城是日本的一姐的 早田希娜虽然说最近的表现非常强势 但是整体的能力跟经验呢还是比不上伊藤美城 在其他那个情况下的话只要孙尹萨能够击击伊藤美城把他给打败了 早田希娜交给 陈梦霍说王曼玉的话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所以如此一来呢有这三剑客能够去合体的话这一次去打败日本队呢没有太多的问题 更别说我们还有王毅迪以及陈信同呢这两个 这两个左右护法 当然了其实孙尹萨虽然说是现在世界排名世界第一嘛而且整体实力包括履历确实也非常的强势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孙尹萨也不是说是完美无暇的 包括呢我们看到在此前呢大魔王张仪林呢曾经是在一次央视的一个点评当中呢给出了这么一番评价 总的而言他认为啊孙尹萨整体的一个气势还不够霸气 给对手的威慑力还不够 所以我觉得这点对孙尹萨而言呢 接下来的话还有 带去好好提升一下 我们知道孙尹萨现在呢被大家的均称为是小魔王 接下来他想要成为大魔王的话就必须呢应该听取一下 张仪林这个前辈的一个意见那么后续如果说在整体的一个 啊态度啊包括气势上面能够涨上来的话那么后续他就完全能够呢 成为我们国民新一号的大魔王也期待他的成长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